各位網友,大家好 幾日之前,即是今個星期一 10月14日,諾貝爾公佈了今年經濟學獎的三位得獎者 他們的名字就是Darren Asimogu, Simon Johnson, James Robinson 頭兩位是來自MIT的教授 第三位,如果我沒有了解錯,應該就是University of Chicago 所以如果大家對一些很出名大型的經濟學院有少少了解的話 或許都會猜到他們的學派和經濟思路 你說,他們究竟研究什麼題目出色到可以獲得諾貝爾的經濟學獎 其實他們是回答一條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看看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國家 他們的經濟發展,有些很蓬勃 有些一直都很窮 為什麼? 無數的學者都是研究同一條題目 而他們創新突破的地方 就是將這條題目和政治的體制放在一起 英文就是Political Systems和Institutions 如果將他們研究的結果放在今天中國的場景 這三位學者都在不同公開的場合 去評論過中國發展的模式 長久來說是不能持續下去的 英文就是unsustainable 因為這樣,很多一直以來都主張中國經濟必然崩潰的評論人 就趕快就蜂蜂地撲出來 就是說,我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現在不只是我這樣說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獎者 和我的看法都是一樣 那大家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沒得博他了,是不是? 所以這次在這個影片中 我就想少少說說自己的看法 還沒說過正式內容之前 因為這條題目我知道是很惹火的 所以我也想澄清自己的基本立場 起碼大家明白有了底 然後再聽下去 第一,對於這三位學者研究的報告 我是贊成的 因為為什麼?很簡單 如果我有足夠的理據 推翻他們的結果 我就拿經濟學獎了 不是他們 所以要用我的能力去推翻他們 一些很嚴謹研究的結果 這是不可能的 就算我告訴你 你也不要相信我,是不是? 第二,最重要的不是他們的結果 或者結論 而是究竟當中的邏輯關係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到最底 你贊成他們或者不贊成他們 你認為中國經濟必然崩潰 或者中國最後會比美國更強大 其實這個對於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 而我一直都希望 就是你為什麼反對 或者為什麼贊成 那個背後的邏輯 是比結論更重要 因為你聽下去 你就知道其實最後那個判斷 在某種程度上是一些主觀的判斷 即是說如果很客觀地要說道理的話 我可以用一百個理由贊成你 我亦都可以給一百個理由反對你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是了解背後的邏輯 是更重要 過究竟你的立場在哪裡 這個呢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這個影片的進路 好了,進入正題 首先大家要了解 首先大家要了解 在一個很high level裡面 他們最主要說過些什麼 第一,這三位學者 他們的學派是非常之清晰 就是他們很支持民主、自由、法治 就是rule of law 他們覺得這三樣東西 對整個國家長期的經濟發展 是一個必然的基石 即是說沒有了這些東西 長遠來說是不會好的 而他們亦都在公開的場合裡面 多次去批評中國發展的模式 因為不符合這三個條件 所以得出的結論就是 即是說不可以長久 unsustainable 邏輯上很多人引用這些結論的時間 出現了什麼偏差呢? 第一 他們這個很嚴謹的研究結果 或者那個系統邏輯 其實不只是用來批評中國 他們是用同一個系統批評美國 例如他們覺得 特朗普是對美國的民主經濟是摧毀性的 所以他們對特朗普的評價是極度負面的 而你發覺 很多中國必然崩潰論的人 去引用他們的研究報告呢? 同時呢 他們原來也是特朗普粉來的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我覺得很畸形的現象 就是當這班諾貝爾的經濟學者 說中國經濟不行的時候 他們就馬上出來拍了手掌、開了香檳 但是當同一班學者說特朗普不好的時候 他們就會批評說 這班什麼學者? 還說是什麼諾貝爾得獎者? 完全不行的喔! 所以我就問 究竟你是真心相信 認同他們的看法 那個背後的邏輯 還是你只是選擇性地 引用一些你認為正確的東西呢? 這個我覺得是第一個邏輯上的偏差 而第二個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們很多時候就是一跳就跳到結論 總而言之就是 現在諾貝爾經濟學長的得獎者 都告訴你中國不行就不行了 但是他們就沒有詳細解釋 為什麼不行才行? 民主、自由、法治 什麼是令到長久的prosperity 即是繁榮和安定呢? 為什麼專制的政府不可以做到呢? 那個邏輯在哪裡呢? 他又沒有解釋的喔! 所以接下來我就針對第二點 希望給大家多一點的了解 或者深入少少的認識 我就會引用他們兩本 很多人都讀過或者看過的書 和一篇學術的文章 來看看他整個背後的邏輯思維 這兩本書 第一本就是 Why Nations Fail? 很多人最近都說的了 這本書就是2012年出版的 另外一本書不是那麼多人說 就是The Narrow Corridor 我稍後就會解釋 書名是什麼意思 這本書是新的 2019年 另外一篇我會引用的學術文章 就是2019年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表的 如果大家了解的話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在行內是��最з的的 最棒鍵之一 在那場發表的文章 分量肯定是舉足輕重的 那麼題目已經很清楚了 究竟民主是否可以令到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好起來呢? 那我會逐一跟大家講一講 這兩本書 和這一篇學術文章 第一本书Why Nations Fail 最主要它说些什么呢 它就说全世界的体制里面 可以分为两大类 它用的英文就是 inclusive和extractive 我就不知道exactly 怎样译回中文了 听我的解释 这两个对立的concept 就是inclusive和extractive 是可以引用在经济和政治上 简单来说 inclusive的institutions 无论是经济或者政治都好 就代表了经济的利益 和政治的权力 能够广泛地摊分给人民 相反如果是extractive的话 就代表利益和权力 都是集中在某小部分人的身上 而整本书基本上的结论就是告诉你 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包括他们的 economic和political的systems 是inclusive的话 他们就会有一个繁荣和安定 长久来说 反过来如果是extractive的话 他的国家就会越来越走向贫穷的 这个就是那本书最主要的两个concept 就是究竟那个国家的体制 特别是经济和political的体制 是inclusive还是extractive 而第二本书就是2019年写的那本 Narrow Corridor就是说什么呢 究竟什么的环境是会产生一些inclusive的institutions 有什么的环境是会产生一些extractive的institutions呢 他就提出了两个最主要的concept 一个就是power of the state 就是政府或者政权的管治能力 另一个就是power of the society 就是人民的力量 在本书里面他就解释 如果power of the state 就是政府的权力过大的话 就变成了专制独裁了 就是人民的声音全部都压低了 所有都是听了政府或者所谓独裁者讲的东西 相反如果power of the society 就是民众的力量是主导一切的话 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最简单就是说 如果全个金融体系都是没有网管的话 就真的不能想象了 过去这么多次的金融危机 都是因为监管出现了问题 令到借贷过渡 所以两者就是power of the state 和power of the society 是要并存和两者互相牵制的 一方面太强或者一方面太弱都是不好的 所以中间它就叫做narrow corridor 而narrow corridor就是那个条件 可以产生一些inclusive的institutions 而因为这些inclusive的institutions或者systems 令到一个国家长远稳定和经济是蓬勃的 所以其实两者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它就说 什么的体制里面可以令到经济繁荣 第二它就说了 在什么环境之下会出现这种inclusiveinstitutions 说完这两个那么重要的理论基础之后 最后必定就要经过验证 就是说在现实的场景里面 你说是这样而已 究竟是否真的这样发生 所以你一定要有些数字去backup你的 你说其实都不是很难而已 只要你看看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法治的指数是多少 然后就对比一下它经济的发展 看看那个relationship是什么 那就可以了 如果在我这么简单的验证的话 我都可以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什么这么困难 因为其实当中是有很多比较困难 辣手的统计学上的问题需要处理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做我刚才说的那种最简单 就是plot diagram出来 看看两个关系 你是看不到有一个很明显的relationship出来 因为过去很多人都做过 所以很多人就说不是哦 你看一下某些国家 它有了民主很久哦 为什么它一直都没那么多呢 有些国家它其实民主不是那么好 但是它经济又很好哦 所以其实在背后有很多很复杂 统计学上面的问题要处理的 最简单一样东西就是 究竟是民主令到经济发展好啊 还是还是经济发展推动民主呢 因为就算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关系 你都没有告诉我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 所以其实呢 有一大串这些在统计学上面 需要处理的勒手问题 然后最后才可以看到 真真正正背后隐藏了那个关系的 它们就用了175个国家 在1960至2010这50年里面 有哪些国家是由独裁变了民主呢 当它转了民主之后 它的经济发展是否比其他国家更加好呢 而它就得出了以下这一幅图画的 那零呢 就是那个国家由独裁变成民主 那而在之前那15年呢 它发觉其实经济一路都是倒退的 那它怎样量度经济的表现呢 就是GDP per capita 那而当它变成民主之后呢 它就发觉 在大约20至25年之后呢 那个国家的人均GDP呢 就会有大约20%的增幅的 那所以用一个统计学上面的模型 综合了175个国家在50年的表现呢 就得出了一个的结论 就是说民主呢 是带动经济增长的 那有一点呢 我也想顺带提一提的就是 不是代表全世界研究这个课题的学者呢 都同意这个结论的 有不少的研究呢 其实是持相反的意见 又或者有些人认为是强点 有些呢认为是弱点 就绝对呢 没有说因为呢 他们三个呢 拿了诺贝尔经济奖了 就代表他们对了 大家都需要留意 在个圈里面呢 仍然有很多人持相反的意见 这份报告呢 有两点我觉得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 他是讲的 average 特别 用回正话的图 就是说当一个国家 由专制独裁 转了做民主之后的 20至25年 人均GDP 可以增加 二十个percent 就是这个经济的飞跃呢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有些国家是会好些 有些国家是差些 甚至乎呢 可能没有出现过进步 都不出的 因为他是说平均数嘛 所以呢 大家就不要用某一两个例子 跟我讲话 喂不是哦 有些国家 他转了做民主之后 更坏过以前哦 那就是错了 绝对不是 因为他一早 已经跟大家讲了 这个是平均数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二 究竟什么导致这个平均数出现呢 就是说有些什么的条件 令到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 更加容易去产生 这个经济的蓬勃或者发达呢 他就有六大点 第一就是Innovation 就是那个创新 其实在过去很多不同的interview里面 这三位的学者都重复强调 Innovation 对于一个社会长远的经济发展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 他就提到Investments 就包括私人企业的投资 和政府在Infrastructure基建上面的投资 第三就是教育 第四就是医疗 第五就是社会的稳定 他们重复都提到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 整体的社会稳定性 和政治稳定性 是强很多的 而第六点就是提到 一个社会的equality 特别在经济上面 无论是income 或者财富上面的equality 而简单来说 就是说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 这六大条件会出现的机会率 是大一点的 你说有些什么学习的地方 第一 当大家引述这些学术研究结果的时候 真的要公平一点 不要只是选一些 自己合听合看的结论 你放在中国那里用的时间 同样你要放在美国其他的地方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 我都提过 这三个学者 其实他们对美国社会 一些的批判 绝对是很大力的 他都说 其实现在美国 都面临一个危险 就是由那个 narrow corridor 跌出来 因为他看到很多 譬如说 inequality 譬如说 对那个system 就是power of the state 整个国家的系统的不信任 这些其实是会摧毁 那个的民主制度 也都因为这样 是会打击那个经济 我很尊重他们的地方 就是他们是用 同一套的逻辑系统 摆在不同的scenario里面 而是非常之consistent 这个我觉得是要学的 那种逻辑系统上面的统一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第二点 就是如果你将那六大因素 放在中国今天的场景 你会发现真是好调诡的 因为原来习近平领导之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同样都是一模一样 讲那六大因素 第一 他讲创新 Innovation 所以为什么 讲那么多 绿能 高质量发展 第二 他都是讲investment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定要建这么多高铁 同时间 他又要强调 很多企业需要 在技术上面 在investment上面 需要更新 所以他同样讲investment 第三 讲health care 第四 讲education 第五 他讲社会的和谐 所以你看看什么和谐社会 同样都在讲那些东西 第六 讲equality 更加不用讲了 共同富裕 就是在讲equality 如果对比背后的六大因素 中国也是讲的六大因素 其实这三位诺贝尔的经济学者 他都是讲的六大因素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诺贝尔的经济学者就告诉大家 要发展这六大因素 民主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石 但是习近平就向大家讲 不是啊 民主不是唯一的方法 可以达到这六大条件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同样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是制度自信了 所以他觉得 西方民主做到的事 做到这六大条件 他没有否定过 但是他只不过告诉你 不是唯一条路来的 另外一条路都可以的 所以背后条件是一样的 大家都很明白 一个国家长远 是要什么条件之下 才可以有繁荣 有安定 这个无论你是讲的 民主又或者今天的中国 其实都是一样 只不过就是说 究竟哪一个体制之下 更加容易创造这六大条件呢 对于这个解读呢 我觉得真的有几大程度上 一些主观的经验和看法 没有一个很肯定的证据说 一定得 又或者一定不得 因为起码最少 现在中国发展了三十年 现在是面对困难 是不是代表他就会崩溃呢 现在都没人知道 不过当然大家都有不同的论述 比如最简单 我听了很多 某种程度上我都同意的 讲innovation最好了 在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 就是说在某些领域上面 你的思想是绝对受到拳制的话 那究竟在你的innovation的创意上面 是不是可以没有边界地 去发挥你的innovation呢 所以其实很多大学教授 都跟我说他说 为什么他最后都觉得 中国的科技是不会去到top notch呢 因为他在思想上面 从小到大都是受到这种的拳制 当然反面的方法就是 不是哦 华为现在都做到那部的接机 你苹果都做不到哦 那又怎么呢 所以其实在整件事的论述上面 我都是交回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最后 你觉得他可以创造到 这六大环境或者六个条件 和他不可以 在一个有某种程度上 主观的判断 但是最后你觉得可以 或者不行都不是重要 但是起码你知道 究竟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起码你反对 都知道自己反对什么 不是只是停留一个 很表面就是说 民主一定可以 独装一定是坏的 这个我想说 这种很二元的对立论 其实就算你问 诺贝尔的经济学得奖者 他都告诉你 这种的二元对立论 一定是错的 因为民主和专制 首先从来都不是零同一的分别 第二在每一个体制的背后都需要很多不同的条件 有了这些条件之后 经济的发展在长远才会得到繁荣和安定 所以大家希望在这方面 可以有一个思想上的进步 和一个的超弱 今天就讲了很久 也都可能讲了很多大家 不是很熟悉的概念 不过作为一个学习 互相进步 都是值得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跟大家讲个不同话题 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